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26号,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我们请爱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将为您报道一则关于欧洲制造业的重要新闻。 根据Zebra Technologies的研究报告,仅有15%的欧洲制造商拥有及时生产可视性。 以下是详细内容,Zebra Technologies最近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只有15%的欧洲制造商具备及时生产可视性。 这项研究涵盖了多个国家和行业,介绍了制造业在数位化转型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报告显示,大多数欧洲制造商仍在努力提升他们的生产过程透明度和及时数据收集能力。 虽然数位化技术已经在许多领域得到应用,但制造业的数位转型进展仍然相对缓慢。 及时生产可视性对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以及提升产品质量至关重要。 因此这一数据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注。 研究指出,制造商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旧有系统与新技术整合的困难、数据孤倒现象以及缺乏专业技术人才。 这些因素使得许多企业难以实现及时生产数据的全面可视化,进而影响决策效率和市场反应速度。 然而,报告也强调,随着物联网、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制造商有机会通过这些创新技术来提升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和效率。 具备即时生产可视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优化供应链管理,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Cebra Technologies的调查还发现,那些成功实现数位化转型的制造商,通常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并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这些企业往往在技术投入和人才培养方面有着长期的战略规划,并且积极寻求与技术供应商的合作。 总结来说,这份报告反映了欧洲制造业在数位化转型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对于大多数制造商来说,实现即时生产可视性仍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驱动, 未来的制造业将会朝着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我们将为您报道一则来自2024年国际制造技术展IMPS的重要新闻。 全球知名的机床制造商MASA在此次展会上展示了其最新的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吸引了众多业界专业人士的关注。 以下是详细内容,IMPS2024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技术展之一,每两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畏惧了来自全球的制造业领袖和专业人士。 MASA作为业界的领导者,这次展出了多款先进的机床设备,旨在帮助制造业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在本次展会中,MASA展示了其最新的Integrax IH系列复合加工中心,这款机床融合了车销和显销功能,能够在一次加持中完成复杂工件的加工,极大的缩短了生产时间,提高了加工精度。 此外,MASA还展示了VariX C650轴加工中心,这款机床具备优异的加工灵活性,能够满足各种高精度、高复杂度零件的加工需求。 MASA的展示并不仅限于机床设备,还包括了其最新的数位化解决方案。 MASA推出的Sneed AI人工智慧系统,通过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能够自动优化加工参数,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机器故障率。 这一系统的应用,标志着MASA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右翼突破。 此外,MASA还强调了其在客户服务方面的创新,通过MASA ISMART工厂解决方案,客户可以实现全厂设备的联网管理, 实时监控生产状况,并通过数据分析进行预防性维护,从而最大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生产效益。 MASA在IMTS 2024上的展示,不仅仅是技术和产品的亮相,更是对制造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 MASA致力于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优质服务,帮助制造业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展会期间,MASA的展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观摩和洽谈合作。 不少业界专业人士对MASA的技术创新和产品性能表示了高度赞赏。 MASA的展出不仅展示了其在机床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为制造业的数位化转型和智能制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将为您报道一则关于德国如何运用i和机器人技术投入医疗照护的新动向。 随着德国人口高龄化和技术劳工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德国正积极赶上AI与机器人的普及浪潮,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医疗照护领域。 例如,为病人洗澡和从床上扶起这些工作,未来都可以交给机器人来完成。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D的Tamin Esfer教授表示,该校研发的RMARC机器人可以识别人类的意图,这是能够直观支持人类的重要前提。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在6月18日于柏林的Future Room宣布成立了德国机器人研究所,RIC该研究所由石所大学与六个非大学研究机构组成联盟, 出其将获得德国联邦教研部资助的2000万欧元,以推动德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发展。 RIC发言人Esfer教授指出,下一场革命将是机器人与人工智慧的融合。 他强调,德国不应在重演在聊天机器人领域的失败,而应努力在智能机器人的开发方面担当领导角色。 RIC协调员慕尼黑工业大学的Angela Schollig教授也表示,智能机器人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德国出口的热销产品。 在德国的实验室中,这些梦想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例如,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专家Stefan-Loyten-Epper正式放出鸽子大小的无人机进入森林,以记录树木的生长与健康状况。 而在布莱梅的德国人工智慧研究中心,雪茄型的探测器正在为北极冰夏的自主勘探任务做准备。 此外,加米施帕滕基辛的一个新大学校区正在建立一个专注于改善老年护理的机器人平台。 例如,一个名为Garmy的两臂轮式机器人已经能够开门、服务餐饮、倒饮料。 未来还将能够为病人洗澡并从床上扶起病人。 然而,将这些机器人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仍然面临挑战。 尽管工厂中的自动化机器已经相当普及,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变数仍是机器人需要克服的难题。 这就是为什么人工智慧对机器人的发展至关重要。 随着ChatGPT等语言模型的成功,研究人员也希望能够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类似的成果。 总的来说,德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发展充满了希望,但要实现这些技术的市场化仍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支持。 德国机器人学家们正在努力推动这一进程,期望未来的机器人能够在医疗照护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德国的新兴出口产品。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我们要探讨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技术,3D列印与乌合金的结合。 3D列印技术一直在推动制造业的革新,而乌合金作为一种新兴的打印材料,正逐渐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乌具有极高的熔点和优异的机械性能,这使得它在许多应用中成为理想的材料选择。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乌的特性,乌的熔点高达3422摄氏度,是所有金属元素中最高的,这使得乌在高温环境中仍能保持其结构和性能。 此外,乌的硬度和抗腐蚀性能也非常出色,这使得它在许多极端条件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正是因为乌的高熔点和高密度,使得传统的加工方法非常困难且昂贵。 因此,3D裂印技术的应用为乌的加工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通过3D裂印,复杂的乌合金结构可以在不需要传统加工的情况下快速制造出来。 这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那么,乌合金在3D裂印中的具体应用有哪些呢? 首先是航态工业,由于乌的高温性能和抗辐射特性,它在火箭发动机和卫星组件等高温高压环境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此外,乌还可以用于制造航态器的屏蔽材料,以防止宇宙辐射对设备的损害。 医疗领域也是乌合金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 由于乌的高密度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它可以用于制造放射治疗设备中的屏蔽材料,帮助保护患者和医疗人员免受辐射伤害。 同时,乌的硬度和耐磨性使得它在制造医疗器械和植入物方面也具有巨大的潜力。 此外,乌在电子工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乌的高导电性和耐高温性能使得它成为制造电子元件和电极材料的理想选择。 在半导体工业中,乌被用于制造高性能的电晶体和记忆体装置,这些元件需要在极端条件下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3D裂印技术的进步也为乌的应用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通过3D裂印,复杂的乌合金结构可以在不需要传统加工的情况下快速制造出来,这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乌合金在各个领域中的创新应用。 总的来说,3D裂印技术与乌合金的结合,为现代制造业带来了全新的视野,从航太到医疗,从电子工业到高性能材料,乌合金凭借其独特的性能,正在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德国工业价值链在多重危机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根据德勤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德国的工业价值链正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这份报告强调,能源成本上升,供应链中断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当前工业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我们来看看能源成本的问题。近年来,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给德国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 许多企业表示,高昂的能源费用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生产计划和竞争力,特别是对于依赖高能耗生产的企业而言,这种成本压力尤为显著。 其次,供应链中断问题也对工业价值链造成了重大影响。 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中断,从原材料短缺到物流瓶颈,使得许多企业难以按时完成订单。 生产计划被迫延迟,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导致了产品交付的延迟,进一步影响了客户满意度。 此外,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成为工业企业的一大挑战。 报告提到,国际贸易摩擦和地区冲突,使得企业在进行跨国业务时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别是在原材料供应和市场拓展方面,企业不得不应对更多的挑战和变数。 面对这些挑战,报告建议企业采取一些新的策略和技术创新来提高韧性和适应能力。 首先,企业应该加强对能源效率的管理,通过采用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降低能源成本。 同时,企业应该积极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建立多元化的供应链,以减少供应链中断带来的风险。 另外,数字化转型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也被认为是应对挑战的重要手段。 通过采用智能制造和物联网技术,企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灵活性,及时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管理供应链。 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报告还强调,企业需要加强风险管理,建立健全的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 通过对市场和政策环境的深入分析,企业可以提前预见潜在风险,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总的来说,当前的多重危机给德国工业价值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和优化自身运营模式的机会。 通过采取适当的策略和技术创新,企业可以在挑战中寻找机遇,提高自身的韧性和竞争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报道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TCMIC新闻。 我是您的主播,我们下次再会。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